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繼續跟進本地的消息 話說近日針對新界鄉紳的傳聞甚囂塵上 很多人都認為中央是有機會去打土豪的 有網民翻查到原來林鄭月娥曾經說過 說丁權政策是不能永久存在的 他還曾經建議要在2029年的時候畫線 凡是在這日子之後出生的新界原居民 就再不能獲得丁權 另外我們又會看看今天在立法會裡面 謝偉俊狠批建制大黨阻礙香港進步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實請林鄭月娥說這番說話的時候 就是2012年6月 當時她還在做發展局局長 還未曾選特首 那時候她接受傳媒訪問的時候 就說丁屋政策是不能永久存在的 她建議要在2029年的時候畫屆 之後所有出生的原居民南丁 就再不能享有丁權 她當時就說 特區政府是沒有既定立場的 下一屆政府就應該展開檢討工作 她這裡所說的下屆政府 其實就是在說梁振英政府 但是大家都知道 梁振英一上任的時候 已經搞到天翻地覆 又有反國教運動 然後2014年的時候 又出現了佔領行動 所以就無瑕去處理這個丁屋政策 但是林鄭上任之初 在2018年的時候 就已經搞了一個土地大辯論出來 當時HK01等等的媒體 就已經開始放風 就是要動這個丁權 所以動丁權、削丁權 這件事 就已經是由來已久 不是空月來風 不是近兩三個月才醞釀出來的東西 是已經很長時間了 至於當時林鄭為何會建議 在2019年的時候劃界呢 就是因為 2019年出生的原居民的南丁 去到18年之後 即是2047年 就剛好坐到丁屋的尾班車 當時她說 在未來五年會就著丁屋的政策展開檢討 當然啦 大家知道是沒有檢討 直到現在這一刻就真正來了 好了 當時鄉議局就說 這是林鄭的個人意見 從來都沒有聽過 而葉劉就說 認為丁權是存在爭議 她擔心這樣做是會違反《基本法》 最終會引致更多的訴訟 葉劉還說 希望林鄭不是空口說白話 葉劉這番的說法 未免是太過天真了 第一 第一 《基本法》第四十條 從來都只是寫到說 要保障新界原居民的傳統權益 並沒有說到 丁權是新界傳統權益的其中之一 《基本法》從來沒有這樣說的 第二 現在都是大陸說了算 還怎會擔心違反《基本法》 所以葉劉這些憂慮是多餘的 如果大陸真的要檢討 丁權政策的時候 根本上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 至於曾經擔任過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的孫明洋 近來就在報紙寫了一篇文章 又是關於這個丁權政策的 他就提到 《基本法》第四十條規定 新界原居民的合法傳統權益 受到香港特區的保護 那怎樣正確理解 丁權是不是合法傳統權益呢? 孫明洋就認為 小型屋宇政策就是所謂的丁屋政策 那個精髓就是在於規範輕建小型屋宇的方法 非原居民和原居民都同樣可以作出申請的 他就注意到重點是在於申請 而並沒有賦予任何申請人 無需批准建屋的權利 其實他這番的說法 完全就是打破了 這麼多年以來 公眾對於丁屋政策的理解 第一他就認為 不論非原居民或原居民 同樣都可以作出申請 第二他就把申請權和建屋權 作出了一個分開的理解 他那篇文章還說到 說把建屋的申請 強說為權利的理據 根本是站不住腳 其實已經在幫助削丁權的方向來製造聲勢 昨天我們提到 《信報如錦然專欄》有引述那些鄉新的意見 就說他們仍然相當樂觀 我就說那些鄉新是盲目兼且過度樂觀的 事實上來說 現在大陸已經在政治上大刀闊庫作出改革了 所謂要完善香港的選舉制度 當這個政治問題得到了解決以後 大陸已經把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作出定調了 大陸認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 其實就是源於所謂的土地和房屋問題 一旦作出了這個定調的時候 大陸一定就是要為著這個問題掃除障礙 因為他就是要密地來建屋 要解決這個所謂的深層次矛盾 難免就要向一些利益勢力開刀 其中一樣就是新界人 另一樣就是地產商 在這兩個利益勢力當中 哪一個是較為容易去下手呢? 那一定就是那些新界人的 因為本身丁屋政策背後的利益 就已經是盤根挫折了 尤其是有些人 他們專門去搞那些什麼套丁 一搞這棵東西的時候 第一,民眾的觀感就非常差了 因為有些人明明是拿套丁來賺錢的 就跟政策原意是相違背的 第二,你一搞這些什麼套丁的時候 就會牽涉到很多複雜的法律問題 你一牽涉到那麼多問題的時候 就很容易被人拿來做設入點了 現在正正就是拿套丁來做設入點 走去動這些土豪 所以大陸要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他要找一些利益勢力去開刀的時候 基本上他是一定能夠掃除障礙的 只不過就是看看那個反彈有多大的 但是由於那些鄉紳在廣泛市民的觀感當中 都不是這麼好的 尤其是經歷過2019年的721事件之後 民眾對於這些土豪的觀感就更加差了 所以現在他們被人移動 基本上就沒有什麼人會走出來支持他 當然他們也是自己拿來的 好了,接著我們又去看看 謝偉俊今天就在立法會裡面 提出了一個無約束力的議案 就促請政府要研究和適當地修訂保護海港條例 以便是探討觀塘避風塘填海計劃 當然這條這樣的無約束力的議案 到最後就是被否決了 但是我認為這條議案本身 就不是說有什麼那麼重要的 但是從這個議案的辯論當中 就帶出了有兩樣重要的訊息 第一,謝偉俊就說明了 說香港的土地問題 就必須要自己來解決的 他還警告 個別的界別或者團體 在香港的土地問題上 不要只懂得捍衛自己的利益 否則就只會令北京再次出手 打擊香港 他就請這些界別或者團體 要以今次的政制問題引以為監 他說這番話 其實就是在說給那些在香港土地問題上的既得利益者聽 有哪些人呢? 可能就是那些新界人或者是地產商 呼籲他們要在適當時候就放手 不要只捍衛自己的利益 問題就是 夠肥豬肉咬到口的時候 有哪些人捨得放下才行 你叫他不要捍衛自己的利益 就是叫他放棄部分的利益 有沒有人願意這樣做呢? 是沒有的 因為他們也是心知肚明的一件事 就算這班既得利益者 今天將那條底線降低了 放棄了部分的利益 但是 政權怎麼會容得他仍然保持著某些特權 或者是保持著某些既得利益才行 這條底線只會是越降越低的 所以其實很難叫那些既得利益者 主動放棄利益 但是謝偉俊也將那個結果 預先這樣說出來了 就是說 那些人只是捍衛自己的利益 只會令北京再次出手打擊 我相信這個結果 出現的機會也很大 至於第二個信息 謝偉俊在這個投票之前 就發現 他批評那些建制大黨 就是民建聯和工聯會 沒有清楚了解他的議案 只是執著某些字眼反對 他就感到失望 他同時有斥責特區政府不作為 建制大黨又累死政府 他就說建制大黨和特區政府 都是阻止香港進步的叛腳石 他這番說話 無非就是 呼應著田飛龍 針對某些建制派所作出的批評而已 田飛龍說有些人 他們就是所謂的忠誠的廢物 現在謝偉俊所說的話 根本就是跟田飛龍在呼應著 他就認為有些建制大黨是累死政府 說他們是阻止香港進步 那還不是忠誠的廢物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